哈喽大家好 我是悲催的Crystal 为什么说我是悲催的Crystal呢 因为我好久好久都没有见过太阳了 今天好容易看到一个太阳出来的一下 我就赶紧迅速的两分钟内化了一个底妆 结果跑过来的一刹那 太阳就消失不见了 所以现在我就改变了我的计划 打算快速的录一个小眼影的分享 很快速的那种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嘴巴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之前那个试色里面没有跟大家提过的 是一个很平价的 White and Wild 就是虚幼眼吧当时说 色号是1913C Sandstorm 然后这个颜色是我之前在泰国还是哪里去找的 这个颜色还挺不好买到的 但是非常的好用 上嘴有一点点那种 淡淡的棕的感觉 是很漂亮的颜色 挺高级的 就是这个质地吧 一是这个头 平时就是自己默默的在外面的这种 所以你很容易这个盖子去盖它的时候 就会上下蹭到它 刮蹭到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质地 这个质地总的来讲就是有一点点 说不上来肝中带润的感觉 就是你每次刚涂上嘴的时候 感觉哇好干啊 但是把它涂开了的时候又会觉得挺润的 就是一种巧克力橘的颜色 有点像Armani 200之类的吧 那种颜色 好啦 所以既然计划变了 那么我就打算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四色盘 这个盘自己个人很喜欢 我觉得比Colourpop那种大的盘子要更适合新手 也更好看好驾驭吧 这个盘的名字叫Loki Loki我好像已经在官网上看不到了 但是其中好像有一些单色还是能看到的 它是Press Powder 就是不是土豆泥质地的 有四个颜色 一个是Take It Slow 一个是I Love You 还有Running Late和Cris Cross 这四个颜色 然后这个小粉盒子 拆开的话 就是一个白色的Colourpop的一个盒子 其实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吧 但是不是说特别适合出门去携带 是这样子小好的铁石 这样子吸上吸开的 然后打开了之后 我觉得这边如果有一面小镜子的话 就会比较完美了 它的颜色其实是非常好驾驭的 而且我觉得比那种就是大的枫叶盘啊 稍微要更日常一点 这个颜色说真的 我还是相对比较少用的 但是这三个颜色其实都比较百搭 这个我觉得稍微晕开一点也OK吧 所以我们今天尝试着来画画看哟 我打算就是两只眼睛还是不太一样 我估计画出来是差不多的 首先拿一把刷子 这个刷子是Sigma的E40 眼影这边有透明的小盖子 把它拿起来就好了 我打算先上我的右眼吧 先拿这颗颜色打底 为了以防我把四个名字叫错 我打算后期的时候仔细查一下 他们每颗叫什么 我在备注在旁边我就不叫名字了 我怕把他们四个念错 它其实粉压的 就是正常吧 没有说特别实 但是也不是很肥 就这颗淡淡的黄色 我们隔壁的狗 咱这狗又开始了 大面戏打完这个眼窝之后 会感觉到它的右边比左边深邃一些 然后呢我们继续沾取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有点肉粉肉橘的颜色 把它刷在这个眼睛的在里面一点点 现在看能看出一种层次的感觉来了 刚刚那个黄黄的 然后上面又叠加了一层稍微橘一点的颜色 其实如果要是想再简单一点的话 我平时就会只叠加这颗亮片色在眼睛中间就好了 但是今天就是想再用一下这个红色 然后我们拿一把小一点的刷子 这只小一点的刷子是SIGMA的E21 蘸一点点这个颜色 一点点就好 然后放在它的眼睛后段 真的好红啊 画出去了 有点孙悟空的感觉 前半也可以加一点点吧 我也不太懂 它们这个晕染都是怎么搞的 怎么选择的颜色 不是很明白 这是加了一点点那个红的在后面之后 然后拿一把晕染刷 把它们刷刷刷刷一下 这把晕染刷还是SIGMA的E25 然后我们就把它刷刷刷刷晕开 让它的边界更自然一点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吧 每一次在画眼睛的时候 都有一种试探的感觉 我晕完了之后呢 感觉这个颜色 孤度的更自然一点 有吗 Whatever 然后我们就 点一点点这个亮片的颜色 在中间 但其实这个亮片颜色 非常非常的自然 不太显色的那一种 我把它给在眼睛中间 你们当我没说 这简直是啪啪打脸 可能我今天占的有点多吧 所以它就瞬间变得很亮 我真的平时感觉它没有这么亮 怎么搞的 好像一坨面粉卡在我的眼睛中间 怎么办 我再沾点点黄黄的这个颜色 再刷一下 失败了是不是 眼影小白再现江湖 感觉失败了 不过就是 我是觉得 怎么说呢 它算一个非常新手的人 也可以驾驭的吧 然后 我的这只眼睛就被我 瞎滑画好了 那我再画一下 左边的眼睛 左边的眼睛就是 很简单 画一下这个黄色的 大家记得刷 刷刷刷刷刷开 我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它只用这一个颜色 做出来的这个黄 跟这边 其实是有差别的吧 这边真的能感觉到 是有一些黄黄 橘橘红红的 能看还是有差别的 对不对 我真的有时候就会 拿这么一个单色 就会出门了 但是今天还是 叠一个亮片吧 我就直接叠在中间 它就会变淡很多 这个黄 就没有那么黄了 我就只叠在中间了 我的这个眼影视频呢 其实通常是没有 任何教学价值的 我就是想跟大家录一下 分享一下 然后纪念一下 自己有这个东西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个盘 叮叮 我给大家手臂上试一下色 这样今天这个录像机 还是没白开 都快冷死了 这两天真的 先是这个亮片色 还是挺断面的感觉 有一点点香槟金的那种 这个颜色紧挨着它的 橘橘粉粉嫩嫩的颜色 就是这种橘橘的颜色 其实我还蛮喜欢 就是colourpop粉质的眼影的 因为它的这个质地做的 还是不错的 然后也挺新手友好的 就这个黄黄黄黄的颜色 它颜色就是很干净的那种黄 然后有一点点暖暖的橘调在里面 像一颗小橘子 哎呀 蛮好看的这个颜色 就是我觉得它上眼 不会很突兀的那种 最后一个颜色就是这个 很红很红的啦 好像那个摁指纹一样 印尼 然后 这里 好像星星是炒鸡蛋的颜色呀 它延展性也蛮好的 其实我都没有完全弄完 你们看这就是那四个颜色啦 我觉得其实是很漂亮的 也相对比较百搭 如果你真的非常想要一个 橘调一点的 那种红调一点的盘 其实我觉得这四个颜色 真的足矣了 因为我不是什么大神 我就觉得日落盘那种 组合好多呀 这种其实就够用了 嗯 所以推荐给大家 新手的话 其实去 Colourpop的官网里面 去买这种四色的小盘子 会比那种大的盘子 比较容易驾驭一点 所以起码不用去想怎么搭配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可以直接用了 然后呢我想案例一下 最近有在看的这个几个剧 呃 一个是一个周博的一个剧 它是在湖南卫视博的 叫大宋少年剧 非常的好看 这个片子在上之前 我就有在关注了 因为主演是张新成 呃 重点来了 就是其实我不是特别在乎 主演一定要是谁 因为我看到了编剧 编剧是王隽 我觉得王隽大大写的剧本 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就是很多反转啊 悬疑啊什么的 它原来写的那个五月传奇 就是 我之前真的很沉迷 看了好多遍 我还推荐给我妈 我婆婆什么的 它就是看上去画质 是非常的low 非常的搞笑 但是你看了个两三集 你就会入坑了 就会一直追下去 一直追下去 因为剧情非常的紧密 节奏啊 反转啊 悬疑啊 还有那种搞笑在里面都很好看 所以我一看它当编剧 在这个大宋少年剧上 我就非常的关注 果然现在看了18集了 然后就真的超好看 一周只更6集 我实在是太慢了 所以这是例件给大家 还有一个是我最近才刚发现的一个动画 然后我发现它的时候 它好像刚刚完结 没有几天 它的名字叫做少年歌行 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动画 我觉得是我这几年看到的 《国曼》当中的第一 真的超好看的 然后就是包括无心啊 萧瑟啊 就非常好看 它的剧情也很好 它的这个人物建模 还有这种把握的节奏 尤其它的打斗画面 超级无敌好看 它能把每一集 做出相对时长比较长的 一个打斗的一个戏份 并且这个打斗戏份 都是格外的有特点 然后行云流水 超级无敌好看 就很喜欢 剧情我也超喜欢 就没有什么注水的 非常理解 叫少年歌行 还有就是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 那个全职高手嘛 最近就是全职高手 也是开始播那个广播剧了 因为它的动画迟迟的不更新 所以就是我又开始 听它的广播剧了 虽然现在只更了两集 而且每周周一集 但是我就是听到 它们的声音 我就很开心 少年歌行 还是阿杰大的的配音 就超好听的 然后全职高手 也是阿杰的配音 所以就最近 听杰大的声音挺多的 所以这一期就是一个 很快速很快速的一个视频 我也不想录得这么快的 因为实在是太黑了 我感觉已经要被黑夜淹没了 就是 所以那我们就 这个期就到这里吧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